来 请看你的底分 如果从地球发射飞船去火星 请问 在下途中哪个位置发射最佳 这个真是有点专业 哈喽 你确定 这东西不是固定的 打固定把 那叫打移动把 懂吗 因为就是地球的运行速度比火星快吗 然后你 想 想什么 就是我现在知道一个就是从地球发射到火星的 最好的一个轨道应该是霍曼轨道 但是我觉得刚才这要提的时候 可能没有考虑他们两个的公转速度 所以产生了一些失误 没关系 那你要选你选什么 选火星后面的那个 选火星后面那个 其实我觉得刚才藤月那个比喻特别的恰当 它不是固定把 是移动把 它走都在走都在运行当中 这个问题说实话也比较复杂 庞老师 对于同学们来说 可能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其实也比较简单 我们看田径比赛的时候 如果跑400米跑一圈 在里圈的人是在后边的 对 在外圈的人是在前头的 朝里圈的速度快 完了 所以你要想真正去探火星的话 你必须在火星的后边一般大概相差40度左右的时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要有个时机 既有霍漫轨道又有一个发射一个窗口 而这个窗口是26个月才有一次 也就是说火星和地球相对比较近的时候 这样我们在这个窗口发 采用双切的原理发 这是最省能量的 所以必须是在它的后边才行 来 你看 这是在窗口发 正好能够双切了 它这个就是太晚了 这个是太晚了 它不是在窗口发 必须是正好要找准这个时机 现在呢是2018年有一个窗口 2020年有一个窗口 这个所以制造器的正确答案应当是 A 深山飞与对 没有答对 扣20